8月5日上午,张新宇宣布结婚,张新宇的工作人员表示,张新宇于2018年年初开始恋爱,感恩祝福,男方是优秀的和杰教官,两人因一起录制节目认识,在节目里就互动甜诈,和杰非常照顾张新宇,因为训练不方便,她帮张新宇剪掉了心爱的长发,看到张新宇膝盖受伤时,她十分心疼, 当时节目播出的时候,就有网友说,在两人中间感受到了粉红泡泡,结果还真的被说中了,非凡娱乐整理报道